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期肯定还是要观望一下 因为毕竟它是密闭空间嘛 我们会根据这个要求 然后工作 我们会分批次去开业 要求我们是要隔座买 同时呢我们每天每天排练的场次是要起码比预期 起码比正常排天的话要少百分之五十 而且我们进顾客的这个人数上也会有要求 只能低于百分之三十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呢 肯定是成本 费用的成本一定是大于我们的现在收益的 而且还不让卖卖品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最好的年份 咱们这个全年平均的上作率 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十这个水平 B级党级大平党级可能上作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百分之百 那么全年平均是这个数 所以呢 对于是百分之三十这个上作率呢 应该说在恢复阶段是非常客观的 我才能说的算法了一样呢 就是卖品来那 Anyway 需要更 Have a great day 拜拜 我们的结果